跑遍了全中国地的模 inspections 收到买买 收到水片的话 因为下面这个成本 � Oh 我们所有的经济 我经历都收 都搞进去了 搞得经典经历的人是这样子 它这里我们反正坚持 把它收成功了 经1300度高温烧制 气化分解掉有毒有害物质 成品进攻清 scattered禁堡 生态环保 且居家实用 亦可做工艺品收藏 贵州清政雕刻师胡正德 寻跟贵州失传已久的黑沙桃记忆 历时32年 创新研发出工艺精美的泥沃黑沙桃 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并先后被列入贵阳市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日前 记者来到他的黑沙桃作坊 探访其苦心专研黑沙桃记忆背后的故事 作坊里 胡正德正指导工人用机器提炼淘泥 他告诉记者 黑沙桃制作工序繁杂 桃泥提炼只是百余道工序中的奇异 胡正德介绍 黑沙桃种绿色环保是古时贵州常见的居家器具 主要产于贵州织金安顺平坝等地 随着时代发展 如今这门制桃记忆在贵州已经失传 为找回这门老手艺 1988年 已在雕刻界享有盛名的胡正德来到安顺见其烧摇 开始专研黑沙桃的制作 这个东西就是原来的这个贵州的隐世的沙桃 这个沙桃的话 它历史很悠久 它是运古一直到现在 它在这个工艺上 它还是处于碳化过程 它里面还是碳嘛 里面还可以存出本种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它里面不含深不含钳这类的东西 它是真正的鲁车桃 胡正德的目标是研发出精品贵州黑沙桃 首先就得寻找到最合适最优质的桃泥 为此它方便贵州各地 用取样泥土进行试制 比对烧制后黑沙桃成品的外观橙色 坚固程度 砂利细腻程度等 并记录下每一种桃泥 在烧制过程中的每一项技术指标 胡正德将制陶工艺进行改良创新 一体现在把黑沙桃的古朴气质 与美学相结合 它巧妙运用了自己拿手的雕刻技艺 我们搞黑沙桃的话 可以把我们这个雕刻技术 或者工艺的运用和在里面去 所以现在这雕刻整天的话 我们搞黑沙桃的话 都足足 在研究那个很粗狂的东西上 做得很精美 几十年间 胡正德花费巨资 历经数万次失败 终于成功研制出一件件样式精美 工艺独特的黑沙桃产品 南国餐具 春具 酒具 茶具等居家八大件 真正让胡正德感到欣慰的是 其如今作为贵州黑沙桃 飞移传承人 以陆续有学徒来跟他学艺 他希望未来 贵州黑沙桃也能在全国乃至世界大放异彩